灣仔綠屋有近八年歷史 建築充滿特色 裡面最近就有一間由日本人主理的新餐廳開業 吃日本西式料理為主 復古的裝修很有日本名字時代的感覺 所以事業期間已經吸引了大量客人來打卡光顧 Megamage 組合了三個日式商品主題 包括咖啡店、酒吧和餐廳 餐廳靈感類似日本名字時代的增金文化變革 三個主題餐區主要提供日本西式家庭料理 首分抹茶、精品咖啡和以日本燒酒為基礎的咖啡 客人最喜歡蛋包飯、韓國飯和硬樹西京書 咖啡店那邊有韓米的咖啡和紅茶的蝦碟酥 它是最受歡迎的 餐廳首次推出晚市餐牌 環境氣氛很有情調 食物也很精緻 是情侶撐桌腳的好地方 套餐有多道主菜可以由客人選擇 威寧燉牛扒很考功夫的 工序又繁複 用金黃鬆化的酥皮包著軟嫩入味的牛肉 濃郁又惹味 肉汁豐富 而廣島燒蠔和牛卷就更突出廚師的創意了 廣島蠔味道鮮甜 配上滋味和牛 一口吃下去非常有層次 這裡每道菜式都是西日合璧 石斑魚用北海道貨 魚油甘香 烤得皮脆肉嫩 水準不錯 最後吃完每日精選的甜品 用甜美的蛋糕 結束這次穿越時空的盛宴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再見